可算是广州又开始闹点事 国内又闹事了 这是清零反清零 白纸运动第二波 一看又是国外留学生 常年海外媒体洗脑洗多了 你考60分要及格 你考59分就是不及格 非要说59的就差一分及格了 闹啊闹 那将来58分的57分的 咋办 50分以上的是不是都得来闹 开始反正又开始瞎闹腾了 国外这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感觉着看着吧 又得因为这个又得闹一场风波 国外媒体又要死嗨了